以斯拉记 第一章 波斯黄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值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黄古列的心使他下照通告全国说。 波斯黄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以将天下万国斥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电雨。 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 凡圣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生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金心献上礼物。 于是由大和变雅敏的族长,祭司利未仁,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生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金心献的礼物。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希敏拿出来,这希敏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略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古列派副官米提利达,将这希敏拿出来,按数交给由大的首领切巴薩。 希敏的数目记载下面,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都二十九把。 金盘三十个,银盘之次的四百一十个,别让的希敏一千件。 金盘希敏,共有五千四百件,被老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切巴薩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以斯拉记 第二章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宋前老到巴比伦之由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老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由大国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书亚,尼希米,西莱雅,利莱雅,末底改必山,米斯伯,比格雅伊,利宏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载下面,巴陆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士法提雅的子孙,三百七十二名。 亚拉的子孙,七百七十五名。 巴哈摩鸭的后裔,就是耶穌亚和约鸭的子孙,二千八百一十二名。 以兰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撒土的子孙,九百四十五名。 撒改的子孙,七百六十名。 巴尼的子孙,六百四十二名。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三名。 鸭甲的子孙,一千二百二十二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十六名。 比格雅伊的子孙,二千零五十六名。 亚丁的子孙,四百五十四名。 亚特的后裔,就是希西加的子孙,九十八名。 比塞的子孙,三百二十三名。 亚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名。 哈迅的子孙,二百二十三名。 吉巴尼人,九十五名。 白利行人,一百二十三名。 尼陀法人,五十六名。 亚拿特人,一百二十八名。 亚斯马弗人,四十二名。 基列耶林人,基菲拉人, 比禄人,共七百四十三名。 拉马人,加巴人,共六百二十一名。 密码人,一百二十二名。 伯特利人,亚人,共二百二十三名。 尼波人,五十二名。 活别人,一百五十六名。 别的以兰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哈林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罗德人,哈帝人,阿罗人,共七百二十五名。 耶利哥人,三百四十五名。 西拿人,三千六百三十名。 祭司,耶稣亚加耶大雅的子孙,九百七十三名。 阴密的子孙,一千零五十二名。 巴斯患尼的子孙,一千二百四十七名。 哈林的子孙,一千零一十七名。 尼波人,何达威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革命的子孙,七十四名。 歌唱的,亚撒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 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 亚谷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索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九名。 尼提宁,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俄的子孙。 基禄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 尼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 亚谷的子孙。 哈甲的子孙,撒买的子孙,哈囊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 尼亚雅的子孙。 尼迅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 加善的子孙。 乌撒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鸭拿的子孙,米乌宁的子孙,尼普森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佛的子孙。 巴西略的子孙,米希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 巴阿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世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所泰的子孙, 所非裂的子孙,比鲁大的子孙。 雅拉的子孙,达坤的子孙,吉德的子孙。 斯法提雅的子孙,哈提的子孙, 波克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亚米的子孙。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392名。 从特米拉特哈萨基禄,鸭蛋, 音脈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普系, 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们是帝来雅的子孙, 多比雅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652名。 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 哈哥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取了基列人 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在逐谱之中尋查自己的谱系, 却尋不着因此算为不结不准公祭司的职任。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压制性的物, 直到有用乌龄和土鸣决而的祭司兴起来。 会众共有42,360名。 此外还有他们的薄匹, 7,337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 他们有马736匹, 雷子245匹。 乐陀435匹, 劳6720匹。 有赛族掌, 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 便为上帝的殿金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 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 六万一千达利克, 银子五千尼拿并祭司的礼服一百件。 于是祭司利美人, 民众的一些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斯拉记 第三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达的儿子耶书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祝坛, 因具帕伦国的文, 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凡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 守住彭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上献的凡祭, 并在月索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各人的金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在,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吸石杖、木杖、 把粮食走, 由吸西顿人、推罗人, 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运到海里, 浮海运到约柏帕士赵波斯黄古列所运准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 约撒达的儿子耶书雅和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 利美人并一切被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轻功建造, 由派利美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后裔, 就是耶书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夹灭和他的子孙, 利美人欺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都一同起来督里那在上帝殿作功的人。 将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街村礼服吹号, 阿萨的子孙利美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借耶和华, 说,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哀,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中文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美人、族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者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 和哭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以斯拉记 第四章 由大和变雅敏的敌人听说, 被老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羽。 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 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尋求你们的上帝, 与你们一样, 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 我们上祭至上帝。 但所罗巴伯耶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 对他们说, 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 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 那地的文就在由大人建造的时候, 使他们的手法远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 协迈谋事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徐老财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由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涉西年间, 比斯兰, 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就告波斯王亚达涉西, 本章是用亚兰文字, 亚兰方言。 省长利宏书记申税, 要控告耶路撒冷人, 也上本就告亚达涉西王。 省长利宏书记申税, 和同党的抵拿人, 亚法撒提家人, 他比拉人, 亚法撒人, 亚基维人, 巴比伦人, 舒山家人, 抵害人, 以兰人。 和专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并带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就亚达涉西王说, 河西的神文云云。 王该知道从王那里想到 我们这女的犹大人, 已经到耶路撒冷重见者 反叛恶劣的城 足立根基建造城墙。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若建造者城, 城墙完不就不再与 王进贡交货, 纳税中九王必受亏损。 我们既食欲嫌, 不忍见王亚规, 因此就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陆 必在其上查之者城 是反叛的城, 与列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其中常有 背役的事因此这城 曾被拆毁。 我们紧就王之者城 若再建造, 城墙原不何西之地 王就无分了。 那时王玉福省长 李宏书记申税, 和他们的同党 就是驻撒玛利亚 并何西一带地方的人 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上的本 已经明读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 得知此城古来果然 背叛列王, 其中常有反叛背役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 也有大君王统管 何西全地, 人就给他们进攻交货纳税。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者赛人停工, 使者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止。 你们当谨慎, 不可辞言, 为何容害家重, 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涉西黄的尚遇 独在利宏和书记申税,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 去见犹大人用势力 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在耶路撒冷 上帝殿的工程 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 黄大利乌第二年。 以斯拉记 第五章 那时先知哈盖和义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上帝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犹大人说 勸勉的话。 于是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 耶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 耶路撒冷上帝的殿, 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 帮助他们。 当时何西的总督达乃, 和是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来问说 谁刚只让你们建造者殿, 收成者墙呢? 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者殿的人 叫什么名字。 上帝的眼目看顾 犹大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 没有叫他们平宫, 直到这事就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遇。 何西的总督达乃, 和是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就是住何西的亚法撒家人, 上本就告大利乌王。 本上写着说 愿大利乌王诸是平安。 王该知道 我们往由大省去, 到了至大上帝的殿, 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 梁木插入墙内工作 甚畜他们手下亨通。 我们就问哪些长老说, 谁刚只让你们建造者殿, 收成者墙呢? 又问他们的名字, 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 就告于王。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 从见前多年所建造的殿, 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收成的。 只因我们列祖野天上的上帝发怒, 上帝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 他就拆毁这殿, 又将百姓老到巴比伦。 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 他刚只运准建造上帝的这殿。 上帝殿中的金银器皿, 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略去 带到巴比伦庙女的古列王 从巴比伦庙女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切巴薩。 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 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在原处建造上帝的殿。 于是这切巴薩来建立耶路撒冷上帝殿的根基, 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现在黄若以为美请察巴比伦王的夫妇, 看古列王降子, 运准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殿没有, 王的心意如何请降子晓语我们。 以斯拉记 第六章 于是大利乌王降子, 要尋策典直库内, 就是在巴比伦床保密之处。 在马代省, 亚马他城的宫内, 尋得一卷, 其中记着说。 古列王元年, 他降子轮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 要建造者殿为宪制之处, 建立殿的根基, 殿高六十爪, 宽六十爪。 用三层大石头, 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 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 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略到巴比伦的, 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国案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 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 和士他波斯乃, 并你们的同党, 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撒家人, 你们当远离他们。 不要拦阻上帝殿的工作, 任憑由大人的省长, 和由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者殿。 我右降子吩咐你们向由大人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 当怎样行, 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 急速撥取共银作他们的经费, 免得担悟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上帝献凡制所需用的供牛毒供绵养, 绵养糕并所用的物子, 盐酒由都要照耶路撒冷制师的话, 每日供给他们, 不得有误。 好叫他们献兴香的制给天上的上帝, 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 我在降子, 无论谁更改者命令, 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斤梁来, 把他举起, 愿在其上, 又使他的房屋成为分队。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者命令, 拆毁者殿, 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上帝, 将他们灭绝, 我大利乌降者旨意当速速进行。 于是何西总督达乃, 和是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 就急速进行。 由大长老恩先知哈该, 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 就建造者殿, 凡是亨通, 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 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涉西的旨意建造原不。 大利乌王第六年, 亚达月初三日这殿收成了。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仁, 并其余被老归回的人, 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上帝殿的礼。 行奉献上帝殿的礼就献公牛一百只, 公绵羊二百只, 绵羊膏四百只, 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 为以色列众人作属聚祭。 且派祭司和利未仁, 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是奉上帝,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正月十四日, 被老归回的人首如月节。 原来祭司和利未仁一同自结, 无一人不结症, 利未仁为被老归回的众人, 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 并为自己宰如月节的羊膏。 从老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 和一切除掉所掩外帮人污蔚归附他们, 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压者羊膏。 欢欢喜喜的手除敲截七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 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兼顾他们的手作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 以斯拉记 第七章 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涉西年间, 有个以斯拉他是西来亚的儿子, 西来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希腊家的儿子。 希腊家是沙龙的儿子, 沙龙是撒督的儿子, 撒督是亚希特的儿子。 亚希特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米拉药的儿子。 米拉药是西拉希亚的儿子, 西拉希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 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敏捷的民事,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黄远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 亚达涉西皇帝七年, 以色列人祭司, 利未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 皇帝七年五月, 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上帝思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定置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界命和次 以色列之律例的民事, 亚达涉西皇次及他御子, 上面写着说。 诸王之王亚达涉西, 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上帝律法 大德的民事云云。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 你未仁, 凡金心上耶路撒冷去的, 我刚只准他们与你同去。 皇羽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 照你手中上帝的律法书, 策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警方。 犹大金银, 就是王和谋士金心献住耶路撒冷, 以色列上帝的。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 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上帝殿的礼物。 所以你当用者金银, 急速买公牛, 公绵养, 绵养膏, 和同献的数制电制之物, 献在耶路撒冷你们上帝殿的坛上。 剩下的金银, 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 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上帝的旨意。 所交给你上帝殿中使用的器皿, 你要交在耶路撒冷上帝面前。 你上帝殿女, 若再有需要的经费, 你可以从王的苦苦里之取。 我亚达涉西黄, 右刚子与河西的一切副官, 说, 通达天上上帝律法的民事祭司以斯拉, 无论向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速速的备办。 就是银子直到一百他连得, 墨子一百阿尼, 走一百罢得, 由一百罢得, 严不计其数也要及他。 凡天上知上帝所吩咐的, 当为天上上帝的殿长世扮你,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宗子的国呢? 我又晓语你们, 置于祭司, 你未人歌唱的, 守门的, 和你提宁, 并在上帝殿当差的人, 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货纳税。 以斯拉亚要照着你上帝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你上帝律法的人立为事司, 审判官, 治理河西的百姓, 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 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和王命令的人, 就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自死, 或冲军, 或抄家, 或囚禁。 以斯拉说, 耶和华我门裂祖的上帝是应当清重的, 因他使王起者心意, 修悉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事, 并带能的君长面前施恩于我。 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众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以斯拉记 第八章 当亚达涉西黄年间, 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 他们的族长, 和他们的家普记在下面。 属非尼哈的子孙有格逊, 属以他马的子孙有旦以利, 属大卫的子孙有哈特。 属巴陆的后裔, 就是士加尼的子孙, 有撒加利亚, 同着他按家普计算, 南丁150人。 属巴哈摩鸭的子孙有西拉希雅的儿子 以利若乃, 同着他有南丁200。 属士加尼的子孙有雅哈式的儿子, 同着他有南丁300。 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 同着他有南丁50。 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西亚, 同着他有南丁70。 属士法提亚的子孙有米加勒的儿子西巴蒂亚, 同着他有南丁80。 属约鸭的子孙有耶蝎的儿子俄巴蒂亚, 同着他有南丁218。 属士罗密的子孙有约世妃的儿子, 同着他有南丁160。 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尼亚, 同着他有南丁28。 属约鸭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囊, 同着他有南丁110。 属亚多尼干的子孙, 就是抹尾的他们的名字 是以利法列耶利士马雅, 同着他们有南丁60。 属比格雅伊的子孙有乌太, 和撒布, 同着他们有南丁70。 我朝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雅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 就召首领以利以赊亚列, 士马雅,以利拿丹, 雅立以利拿丹, 拿丹,撒加利亚, 米书兰, 又召教杂约雅立和以利拿丹。 我打发他们往加西非雅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伊多, 又告诉他们当向亦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上帝的电带使用的人来。 我们上帝斯恩的手帮助我们, 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 尼未的孙子, 没利的后裔中, 带一个通达人来, 还有士尼比和他的宗旨与弟兄共一十八人。 又有哈沙比亚, 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西亚, 并他的宗旨和弟兄共二十人。 宋前大位和众首领, 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 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 那时我在阿哈雅河边宣告禁食, 唯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克服己心, 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 我求王拔步兵马兵, 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 本以为羞耻, 因我曾对王说, 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尋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上帝, 他就应允了我们。 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 就是士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人。 将王和谋士君祥, 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为我们上帝殿所献的金银, 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 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 有六百五十他年得, 银器重一百他年得, 金子一百他年得。 金门二十个中一千达利克, 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宝贵如今。 我对他们说, 你们归耶和华为圣, 希铭也为圣, 金银是金心献给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上帝的。 你们当警醒看守 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库内, 在祭司长和利美族长 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清。 于是祭司, 利美人, 按着分量接受金银, 和希铭要带到耶路撒冷 我们上帝的殿旅。 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压哈雅河边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上帝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脱离仇的, 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在哪里住了三日。 第四日, 在我们上帝的殿旅, 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 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末的手中, 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 以利亚撒还有利美人耶书亚的儿子 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 挪亚底。 当时都点了数目, 按着分量写在策上。 从老到之地归回的人, 向以色列的上帝献凡制, 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 公绵羊九十六只, 绵羊高七十七只, 又献公山羊十二只作熟罪制, 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 他们将黄的寓子交给黄所派的总督, 与河西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百姓, 又供给上帝殿女所需用的。 以斯拉记 第九章 这事作原了众首领来见我说, 以色列文和祭司并利未人, 没有尼绝加男人, 黑人, 比利洗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鸭人, 埃及人, 亚摩利人, 仍效法这些国的文, 行可真的是。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 取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文混习, 而且首领和官场在这事上为罪灰。 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不了头发和胡桑经据幽门而坐。 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战经的, 都因这被老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这女来, 我就惊据幽门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 心中仇苦, 穿着撕裂的衣袍, 相失跪下向耶和华我的上帝举手。 说我的上帝呀, 我普愧蒙羞, 不敢向我上帝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业灭顶, 我们的罪恶套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罪恶甚重, 因我们的罪业, 我们和君王, 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杀害,努略, 抢夺,念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暂且施恩与我们, 给我们留歇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 我们的上帝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核制之中稍微復兴。 我们是奴博然而在受核制之中, 我们的上帝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復兴, 能重建我们上帝的殿, 收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门。 我们的上帝啊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你值你仆仁仲先知所吩咐的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蔚之地, 因列国之民的污蔚, 何可争的是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 满了污蔚。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压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遗孽。 上帝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幸和大罪, 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在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争之事的民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在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致没有一个圣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 因你是公义的, 我们这圣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 看那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 因此无人在你面前暂立得住。 以斯拉记 第十章 以斯拉讨告应罪, 哭一虎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女, 成了大会, 中文无不痛哭。 属以兰的子孙, 耶切的儿子士加尼, 对以斯拉说, 我们在此地取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反了我们的上帝,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子望。 现在当与我们的上帝立约, 幽者一切的妻,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恩上帝命令, 赞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者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粉免而行。 以斯拉便起来, 使祭司长, 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 说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誓。 以斯拉从上帝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兰的屋女, 到了哪里不压饭, 也不喝水, 因为被老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心里悲伤。 他们通告, 由大和耶路撒冷被老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凡不遵守令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被老归回之人的会。 于是由大和变雅敏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上帝殿前的宽阔处, 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赞经。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取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 进行他的旨意,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只是百姓众多, 又逢大雨的时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成一宗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案所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事事而来, 直到办完这事, 上帝的列路就转离我们了。 唯有亚撒克的儿子约拿丹, 特雅的儿子雅哈姐, 阻挡这事, 并有米书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 被老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斯拉和赛族长, 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 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者事。 到正月初一日, 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在祭司中查出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就是耶穌雅的子孙若撒达的儿子, 和他弟兄马西亚, 以利以借雅立基大利。 他们便应许必忧他们的妻, 他们因有罪, 就献群中的一只公免养属罪。 阴默的子孙中, 有哈拿尼西巴蒂雅。 哈林的子孙中, 有马西雅, 以利雅, 士马雅耶协乌西雅。 巴斯湖尼的子孙中, 有以利若乃, 马西雅, 以实玛利, 拿坦叶, 约撒拔以利雅撒。 利未人中, 有约撒拔, 是每基拉雅, 基拉雅就是基利他, 还有比他欺雅, 犹大以利以借。 歌唱的人中, 有以利亚实。 守门的人中, 有沙龙, 提联污利。 以色列人巴陆的子孙中, 有拉米, 耶西雅, 马基雅, 米亚文, 以利亚撒, 马基雅, 比拿雅。 以兰的子孙中, 有马他尼, 撒加利亚, 耶蜇, 鸭底, 耶利末以利亚。 撒土的子孙中, 有以利若乃, 以利亚实, 马他尼, 耶利末, 撒拔亚西撒。 比拜的子孙中, 有约哈南, 哈拿尼亚, 撒拜, 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 有米苏兰, 马陆, 亚大亚, 亚朔, 士鸭耶利末。 巴哈摩尼的子孙中, 有阿底拿基拉, 比拿雅, 马西雅, 马他尼, 比撒列, 宾内, 马拿西。 哈林的子孙中, 有以利以借, 伊士雅, 马基雅, 士马雅西面。 便雅敏, 马陆, 士马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 有马特乃, 马达他, 撒拔, 以利法列, 耶利买, 马拿西, 士梅。 巴尼的子孙中, 有马代, 暗栏污液。 比拿雅, 比底雅基禄。 雅尼雅, 米利末, 以利亚实。 马他尼, 马特乃, 雅素。 巴尼, 宾内, 士梅。 士利米雅, 拿丹, 亚大雅。 马拿底拜, 沙塞, 沙赖。 亚撒利, 士利米雅, 士马利亚。 沙龙, 亚马利亚, 约失。 尼波的子孙中, 有耶利, 马他提雅, 撒拔西比拿, 雅代, 约利比拿雅。 这些人都取了外邦女子为妻, 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